腌肝肾阴虚,唇肝皮阴虚,鼻肝肺阴虚,三个忠诚药,补足一身之阴 你是不是总感觉口干舌燥的,但是喝点水也不见好软 有时候甚至还感觉越喝越干 这时候其实是你的阴虚了,那你只喝水肯定是没用的 那有的人会说了,我也用滋阴的药泡水喝了,感觉效果也不好 这是咋回事呢,这是因为你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的阴不足了 东边缺水,你往西边送,那肯定是不解决问题的 不同地方的阴虚有不同的表现 腌肝肾阴虚,唇肝皮阴虚,鼻肝肺阴虚 今天崔生教你用三个忠诚药,补足一身之阴 首先来看腌肝肾阴虚,因为肾经是从咽喉经过的 我们都知道,阴的主要作用就是滋润 如果说我们肾的阴液不足了,不能制约阳 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虚火 这个虚火沿着经络往上走,烧着我们的喉咙 就会出来腌肝,甚至是腌痛的情况 多还伴有腰西的酸软疼痛,心烦失眠,手脚心热 这种人可以参考一个六位递换丸 再来看唇肝皮阴虚 我们的皮它是开窍于口的,起滑在唇 所以皮的问题就经常会反映在我们的嘴唇上 像有的人经常嘴唇很干,容易掉皮,脱屑 有的人还经常拌油,肚子胀,容易饿,但是不想吃饭 乏力等情况 这种人平时往往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热伤了筋液 那像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个养阴轻微颗粒 最后是鼻肝肺隐虚 这个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像很多人经常会觉得鼻子干,鼻子痒 有时候觉得呼吸都是热的 为啥说鼻肝是肺阴虚呢 因为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的 肺阴不足的时候,鼻腔得不到滋养 就容易出现鼻子肝的情况 多还伴有肝壳,声音嘶哑等情况 这时候可以参考一个养阴轻肺丸 好了,这就是崔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要注意的是,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情况 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